HELLO 大家好,我是 PCM 的Alan 現在我在德國慕尼克華為 Mate 30 的發佈會 今次華為推出了 Mate 30 系列的新機 包括 Mate 30、 Mate 30 號 亦有 Porsche Design Mate 30 RS 另外還有一隻手錶 Watch GT 2 最猜不到的就是華為 Vision 的電視 這輛新手錶是甚麼特別的地方呢? 馬上給大家看看 現在我手上這輛是華為 Mate 30 號 這次的螢幕是用了兩邊曲面螢幕 而且深度亦頗深下 這個螢幕是有 6.53 吋的 OLED 剛才提到的兩雙曲面 華為稱為 Horizon Display 這兩個曲面螢幕亦可以當作按鍵 這裏有 HDR 可以立即調校大小聲 另外打擊時亦可以用來動一個按鍵 可以看看 兩邊都可以的 那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半部才可以的 下半部便不可以了 對嗎? 那兩邊都可以的 對 沒有啊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 這次用了都是劉海平 那裏面就有 除了鏡頭之外 亦都有一些 3D Depth 的感應器 那樣 就可以令到 Selfie 都可以 拍到一些有景深的拍照 那樣 那 Mate 30 號 就內置了 這個麒麟的 990 最新的處理器 不過呢 這次呢 就見不到有 Google 的 Apps 在這裏 那就一定要用 華為官方的 App Gallery 去安裝 App 那 不過呢 就頗特別呢 我在這一部現場的 Mate 30 號 就見到 已經有人 就安裝了一個 Google Map 和Google Play Store 即是說呢 如果要自己安裝的話 應該都不難的 那 那 跟Google有關的東西 可以說一點就是 就是 Mate 30 號 就是 正在走 Android 10 雖然是沒有 Google 的 Apps 那 而 RAM 就是有 8GB RAM 以及有 256GB的 Storage 的 那 螢幕的手錄都可以看到 是 2400 乘 1176 Mate 30 號 Mate 30 號 Mate 30 號